夕陽grade local Mary 你好 太精俗了 她有種的 他唱這個是日本歌 97岁的刘爷爷口中唱着的 是他年轻时追求爱妻唱的日文歌谣 但是他的妻子十年前 因缺氧性脑病变瘫痪失智 卧床就像是植物人 刘爷爷当时几乎每天 走到马街医院陪伴 在爱妻耳边唱情歌 希望爱妻有一天苏醒 一唱就唱了快十年 直到一年前医院催讨近六年来 高达千万的医疗费 刘爷爷因此操凡病倒 现在只能躺在床上 对着空气唱 希望爱妻能隔空听见这份思念之情 请外来总共请了大概有八年多了 也花掉了大概不少的 五六百万的机器也都花光了 现在就只剩下这种房子 房子现在如果他们在 有查封的动作还是怎么样 那我们就逼我们真的走得很容易 那房子会被扣压怎么会 会啊 他们如果有扣压的动作出来的话 台北马街医院公关表示 家属如果有还款困难 院方愿意沟通协商解决之道 东新闻台北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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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